书馆开书啊 咱们书接上文 头开书之前呢 有两件事跟您交代一下 一呢 是我这工作环境有点变化 最近的录音呢 不能在这工作室里录 可能呢就会有点杂音 因为现在的录音环境啊 做不到封闭 还有一点呢 是上一集的一个失误 这个失误啊 说实话已经困扰我很久了 这是一个多年的习惯不好改 说白了就是总说溜了嘴 就是啊 咱们上一集的主角是谁呢 就是青海的亲王罗伯藏丹经 这罗伯藏丹经啊 我总读成是罗伯藏丹增 为什么有什么个固定的印象 当初没改过来呢 我最初总认为 这个罗伯藏丹增啊 罗伯藏丹经 无非呢 就是我们读历史的时候 少数民族的异音 在各种版本的文献当中 异音不同而已 可是后来啊 随着接触史料越来越多呀 发现自己错了 这罗伯藏丹增啊 是一位高僧 罗伯藏丹经 才是咱们要讲的 这个青海亲王 这一录书的时候 这嘴上说嗨了呀 也就不挡不顾了 就按着这个年轻的时候啊 这个很多的错误习惯就来了 所以这前一集呢 有的时候啊 就把这位青海亲王啊 念成罗伯藏丹增 有的时候就念成罗伯藏丹经 今天我一定会注意 好在呢 这么长的名字只错了一个字 可能不太影响您这个观看收听效果 那今天呢 我一定注意 咱们板住嘴 不再念错字 那德雷声明已经发完了 那今天咱们从哪开始呢 今天呀 咱们就得说 这亲王卢伯藏丹经呢 回到了青海自己的王宫府邸 那在这之前他在哪啊 他在拉萨呀 大清朝廷啊 派出了亲命辅远大将军十四爷印提 与这个青海和说特部的联军呢 一同攻入了西藏 这一明一暗呢 有两个目的 首先说明的 明的就是啊 护送六世达赖的转世灵童 回到拉萨去坐床 那暗里那个目的是什么呢 暗里这个其实啊 才是最关键的 他们得联军一起啊 把这个大侧陵敦多部赶出西藏 因为这会儿整个藏区啊 几乎都控制在整个二韩国的手里了 那大清朝发兵呢 是为了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那这蒙古王宫是为什么呢 这些和射特部的蒙古王宫啊 人家是为了复国 因为在这个大侧陵入侵西藏之前呢 整个藏区 以及这个青海地区 都是人家和说特韩国 虽然依附于大清算不上一个主权国家 但是呢 怎么着人家也是有王有信 有朝廷的这么一个国家 而且呀 这地盘还不止这些 这和说特韩国呀 实际还控制着康区 也就是现在的康藏地区 那说起这康巴呀 这地方可大了 那包括现在的这个甘孜地区 四川的阿坝地区也是四川的 和这个云南的狄庆啊 青海的玉树等等等等 这地方可不小呢 虽然呢 这一地区呀 不是受这个和射特蒙古的直接控制 但是赋税可得交给他们 等这场仗打完了啊 这康熙皇帝直接就在这一地区 册封了一位大活佛 得这一地区所有的藏人呢 全只属于朝廷了 自然这税也不交了 那这战争结束以后 这亲王罗布藏登京 在西藏他做点什么呢 开始啊 先成了一个联系会议 共同管理这个西藏地区事务 其中有四个呀 是大清朝廷的人 有两位呢 是人家这个西藏的藏族人 还有一位啊 就是他这个和说特蒙古 没过多长时间呢 这七人的联系会议也撤销了 这大清朝廷主持 选出三位藏人 作为嘎伦 也就是说以后啊 这西藏再有什么事 这嘎伦和活佛商量好了之后 通过中央政府的宏观指导 共同来处理 过了不久呢 从这个三位嘎伦呢 又加了两位 成了五嘎伦制 那这罗布藏登京一看 现在没我什么事了 我呀 饶着算不上这西藏 现在的领导层 我还得天天带着兵 巡逻负责拉萨的治安 我这挺大亲王 惨点啊 哎 成了你们这九门提督官局长了吧 再加上啊 这会儿在青海的老母亲 给罗布藏丹金呢 就写来了信 什么内容呢 就是这个阿尔泰哈伦呢 非常想念自己的儿子 所以这罗布藏丹金亲王啊 才一跺脚就回到了青海 那有人说 这挺大的亲王手里有钻着兵 青海西藏啊 当初又是咱们的地盘 为什么不跟那个大将军王 印提闹呢 闹啊 闹个屁 要说起来啊 这亲王罗布藏丹金呢 中计了 咱们前文书交代过 自打着战争一开始 这印提啊 让罗布藏丹金赶紧马人的时候 就给这罗布藏丹金 画了一个巨大的饼 这清廷啊 会重新扶持起一个 和说特韩国 那有国呢 就得有王 这印提啊 和这个罗布藏丹金说了 老皇上啊 那意思是啊 要找一个年轻有为 资历深厚 绝位又高的亲王啊 来做这个 和说特韩国的韩王 这罗布藏丹金 从抄子里 拿出一面铜镜 来左照照 右照照 心里想着 康熙皇帝这句话 这个年轻有为 资历深厚 又绝位高的人 那不就是我吗 这才给这个印提 招来了六千蒙古兵 和这个清军 和平一处才解放了西藏 哎 就是为了这个王座 这罗布藏丹金 才强压至心中的怒火 回到了青海 至于这西藏地区呢 归了中央了 哎 我呢 还有青海 他原来也不是我的 因为原来我呀 就是这青海的管事亲王 人家西藏那边啊 有这个拉藏韩呢 至于这康藏的税收呢 他原来呀 也是交给拉藏韩的多 我也占不着多少便宜 那现在呀 就一个炮 这朝廷册封我 为何硕特韩国的新王 我在这青海呀 抱胳膊根 我就忍了 原来怎么着 我现在还怎么着 这脑子上多了一顶 王冠是真格的 那他是这么想 朝廷是不是也这么想呢 这不就来了吗 什么来了呀 压垮骆的 最后一根稻草来了 从康熙到雍正 清朝的皇上啊 倒是换了一茬 可是对待着猛葬的政策 看样子是没变 雍正皇帝刚一登基 就对驱准宝藏 这次战役当中 这立了功的 和说特王公 做出了表彰 封这个查汉丹金为亲王 这哥们原来是个郡王 他是罗伯藏丹金的侄子 然后啊 又封了罗伯藏丹金 另外一位侄子 这个人呢 名字比较长 不好念 他叫 额尔德尼 额尔克 托克托奈 把这位侄子 直接的封为了郡王 还有这罗伯藏丹金的两位部下 封为了 背了背子 到了最后啊 这雍正皇帝 真拉得下脸来 他给这罗伯藏丹金啊 赏了绸缎无匹 二百两文银 这事就算了了 这罗伯藏丹金 看这二百两文银呢 以及这无匹绸缎 凶了怒火呀 那是熊熊燃烧 干脆呀 我反了他娘子吧 于是这青海亲王 罗伯藏丹金 就派出特使来到了伊丽河谷 找到了准戈尔韩国的大韩 测望阿拉布坦 这测望阿拉布坦一听啊 这位青海的蒙古青蛙 要反清了 那他能不高兴吗 于是他对这个特使表示啊 回去告诉你们王爷 我这啊 是要人有人 要钱有钱 是要枪有枪 只要他那边也打响了 我这是立刻响应 得到了准戈尔韩国的支持以后啊 这罗伯藏丹金还等什么呀 那立刻召开了惠盟 和谁惠盟啊 当然是和青海的 和硕特部的王公们 这些王公也对大清朝的 这些做法不满 明显这次是把我们 和硕特部盟国当猴耍了 就在惠盟的当天 这王爷的大仗当中啊 立着个墩子 墩子上有把斧子 等人都到齐了之后 罗伯藏丹金从怀里呀 掏出一颗金银 那这是一方什么印信呢 这就是他青海亲王的印信 是大清朝啊 搬侧给他呢 他把这个金银呢 扔在了墓墩上 抄起斧子一批下来呀 这金银是一分为二 表示从此 他再不是大清朝的亲王了 这时候一个喇嘛 从外边走了进来 拖着一个托盘 托盘上也放着一颗金银 这颗金银的内容 给大伙展示一看呢 大伙看明白了 这是这罗伯藏丹金 给自己起的封号 叫达赖昏胎记 这么一来呀 这帮和收特部的王公纷纷响应 出钱出兵出力 青海当地的藏族和分僧啊 世代受和收特部的恩惠 也纷纷响应了 卢伯藏丹金的启示 看来呀 这次会盟啊 还算圆满 可是有不圆满的地儿 有两个关键人物没来 谁没来呀 就是这大清朝 新册封的两位王爷 也就是这 卢伯藏丹金的两位侄子 一位呢 就是亲王查汉丹金 一位呢 就是郡王 俄尔德尼 俄尔克 托克托奈 这两个人呢 刚收完大清朝的黄蜂 觉得自己呀 不能对不起这新皇雍赵皇帝 不但不参加会盟 反而啊 又到北京啊 去打你的小报告 这卢伯藏丹金啊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 他说那妥了 别等你呀 给我去汇报了 干脆我先抽你吧 兵分两路 就去打这两个侄子 这两个侄子呀 当然是招架不住 都跑到大清的领地 然后寻求庇护 那青海反了 这朝廷有什么动向吗 雍正皇帝如何处置呢 这会儿的雍正皇帝干嘛呢 这会儿的雍正啊 也正缴线在淤泥里 拔不出来呢 这正是他刚刚登基的 后九子夺敌时代 据说呀 这众兄弟们呢 是纷纷不肯合作 党争四起呀 弄得这新皇帝呀 焦头烂额 他不想打仗 于是啊 往青海派出了特使 是李帆院的侍郎 叫长寿 让他代表朝廷啊 去西宁 建这个罗伯藏丹精 告诉这个亲王 你呀 早点收手 朝廷对你是既往不咎 可是呀 这皇上没想到 这长寿一到西宁 就被扣住了 并且这罗伯藏丹精啊 煽动和黄一带的 众喇嘛闹事 这些分僧分众 加到一起 足有二十余万 这二十余万人呢 先后冲击了西宁位的 南川西川和北川 就这样这雍正皇帝啊 就不得不向西北用兵了 那这回来西北平叛的是谁啊 哎 大伙都熟悉 川山总督 年庚瑶 这会儿的年庚瑶啊 可不是川山总督了 有了新的官衔 亲命他为 辅远大将军 带兵前来 平叛西宁的喇嘛之乱 这年庚瑶意识到 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多重 首先就有一条 他不知道如何应对 这些喇嘛 如何处理和这些喇嘛之间的关系 他就想起啊 临出来的时候 这雍正皇帝啊 给了他一个锦囊 赶紧打开看看吧 这锦囊啊 是一封信 一看呢 这年庚瑶豁然开朗了 这上边明确的告诉他 如何对付这些喇嘛 这雍正皇帝说呀 皇教之 无可谓不堪之处 一言难尽 到处 接然 而蒙古乐坛 一提教字 舍命舍身相违 此种迷惑实令人难解 内地这些不堪的贼喇嘛 当初祭除为好 但必有词 千万不可 但荼毒喇嘛之名 以寒中蒙古之心 这后半句话就有意思多了 他说的内地喇嘛 指的是哪呢 是北京的喇嘛吗 那当然不是 他指的是除西藏以外 在这儿啊 单指青海的这些喇嘛 这皇上啊 对他们有个亲切的称呼 叫贼喇嘛 当初祭除为好 这意思就是说呀 告诉这年庚瑶年的将军 该杀杀别留情面 可是 你要是杀喇嘛呀 这必然得有说辞 得先给他们扣上帽子 然后再动刀子 要不然呢 就很可能含了众蒙古的心 这些人呢 都信皇教吗 这大方真有了 连怎么干呢 他都告诉年庚瑶了 他说呀 须巧琢不露 做没奈何之景象 是中方万妥 就是告诉年庚瑶 是这些喇嘛逼得我 我实在没办法了 才把他们弄死的 哎 做没奈何之景象示众吗 这人就能看出来了 这皇帝一词啊 是个政治名词 嘴里天天说着 兴皇教兴皇教 实际上呢 你别触动他的国本 你一触动他的利益之后 你立刻就是一坨臭狗屎 为了保住自己的江山呢 这皇上杀谁 杀多少都是不会眨眼的 这年庚瑶啊 看完雍正皇帝 这道锦囊之后啊 心里就有底了 并且啊 把雍正皇帝的意思 传给了众家部将 其中领会最深的谁啊 岳中齐 这岳中齐这会儿啊 身上啊 也有封号 他不光是四川提督 那么简单 他现在啊 是西北大军的 参战军务奋威将军 他带领了本部的四川兵 以及吐司兵啊 就负责对付 皇上嘴里说的这群贼辣猫 这皇上啊 还有一道旨意 仅仅呢 找到这个二世张家活佛的转世 三世张家活佛 把他赶紧护送到北京 因为这张家仪式啊 是这个大清朝的国师 二世张家和雍正皇帝的交情啊 那是非常的深 三世张家后来就等同于 这雍正皇帝的养子一样 和这个乾隆皇帝 当然那会儿还是弘历呢 一起在尚书房学习 所以这张家活佛呀 和那些贼喇嘛 肯定是不一样 赶紧呢 找到以后 给我护送到北京 一番扑折之后 还就找到了张家活佛 把这个张家小活佛 就护送到了北京 这回呀 这大军呢 就真没有什么可估计的了 月中旗一鼓作气 连下翻寨十七座 把六千多名僧兵啊 驱赶到一个小山坳里 一把火就烧了安多地区最大的寺院 叫郭龙寺啊 六千多翻兵 一个不留 全都弄死在山坳里 这一下子呀 罗伯藏三经的叛军 伤了元气了 因为怎么看 也不可能有胜利的希望了 那只有一个办法 出逃吧 最后这清军呢 围追堵截 也没抓住罗伯藏三经 还是让他成功 出逃到了准盖尔韩国 最后我这大韩策望阿拉布坦 还是收留了罗伯藏三经 您看咱这故事 两集从准盖尔韩国开始起 大策灵入侵西藏吗 从这个罗伯藏三经啊 跑进准盖尔韩国收 有人觉得呀 咱们这两集故事没伸开药 实际您想想吗 无论是啊 这个最初的亲命 福远大京君王印提 还是后来的年耕尧月中旗 后来他们的命运呀 咱们在其他的书当中啊 都已经讲过了 咱们这回呢 主要讲的就是准盖尔韩国 所以只讲和他们 有联系的故事 那他们光讲啊 这侧望阿拉布坦 和这个大清的恩仇了 咱们明天呢 聊聊这侧望阿拉布坦的 另外一方面 对外战争 谁 是 我是 国伍 以免 个人 是 母人 是 所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